嘿嘿,朋友们你们好,我回来了 有没有想我,我好像距离上一次更新的日期好像已经过了非常久 但是今天我发现游戏更新了,这次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瑞克和超级麦克斯 超级麦克斯好像不见了,还是瑞克不见了 但是Drew回来了,我们来看看他们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更新了 首先我们发现这个界面好像有点不一样 好像比以前杂乱了一点点,多了一点其他东西 然后细节也有点不一样,我们玩家见面改了一下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其实看一下我的倍数 69 hundred trophies,然后我的回放都没有了 可恶,我得重新打了,然后我们的勋章可以折叠起来 这个太有必要了,我们上次大师勋章更新之后滑下去 一堆勋章要得滑半天,然后其他的方面改动并不大 然后有一个小箱子 一个小箱子我们一会再看 我们打造专属战棋 这是这次更新出来的新的一个装饰的功能 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但是可以展示一些你非常引以为傲的训练 这里什么,欢迎来到战棋宝箱见面 战棋宝箱见面 你可以在这里使用战棋券获得新的战棋组件 开宝箱,我第一给我送你,真大方 真大方啊,来,开一个 开,必定获得新的,这是不能出到重复的东西 禁机的骷髅巨人 禁机的骷髅巨人 不错,看起来好像是个挺稀有的一个战棋 印查棋室 完美伴侣 都挺酷炫的 虽然对实际游戏没什么帮助 没什么屁用的东西 但是好看,至少挺好看的 我觉得我有给一个挺好的评价 至少这个界面我看了很久没有改过 改点新的东西挺好的 但是呢,你们更新不能只更新看的东西 你们更新你们的游戏 他妈的啊 好,我们来装饰一下我们的战棋 战棋是可以在对战开始的时候展示给对手看的 所以你可以展示一些你引以为傲的勋章 但是呢,我觉得要是展示我是三枪 我现在玩三枪的话我觉得不好 所以我得迷惑一下对手 是吧 开局装一个,开局装一个狂暴 再来一手精锐 再来个什么好了 来个活法师 活法师 这样子迷惑一下对手 我是玩狂暴精锐活法的 这样子 什么玩意啊,狂暴精锐大师 我发现这个战棋宝箱是可以直接花宝石购买的 但是下一次会涨价,涨一倍 我的天哪 会不会每次涨一倍啊 然后五十一百两百 然后最后几千 我的天哪 是不是太坑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现在五十宝石其实很便宜 这个战棋宝箱是不会开到重复的东西的 所以 其实现在开或者以后开都差不多 我觉得可以开一个试试看 来,开战棋宝箱 开出卡包撕开 然后甜蜜美梦 紫色的 这看起来是跟王子那个搭在一起的 然后游戏里呢 现在有一个活动啊 可以用来获取这个战棋点数 加起来有100个 所以打完这个活动可以开一个那个宝箱 然后我现在我要试一下这次游戏更新的新模式 实际上是在友谊战里面的 我们来找RDT试一下 OK,这个模式你可以半掉对手的两个卡组 你可以事先看到他四个卡组里面 你可以半掉他两个 这个RDT是一个三枪大师 他打三枪超级无敌厉害 所以我得把他三枪给他秒半掉 然后这个皇家之一轮一套 我觉得很恐怖 我就把他也给半了 OK,那他给我留了一套超起扬和一个双王胖 他的卡组是双王胖和牧原 我选一手超起扬 因为超起扬里面 这个超起扬可以打恩猿和双王胖 因为带来手弓箭女皇 地狱龙和毒药 所以打两套都可以打 我选这一套 那么他开局 嘿嘿嘿哈 我也发个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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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我为了跟他打 特地开了个表情 天哪 天哪,怎么开局 嘿嘿嘿哈 然后超多骷髅海 他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要 我要认真跟他打 他现在他出了骷髅海和小炮 然后我还嘿嘿嘿哈 肯定就是冰墓园了 OK 看他出这个威猛矿工 我地狱龙跟他对上 他这个矿工可能会挖到另一路 所以我弓箭女皇得放在中间 这样子可以为他 可以避免给他偷了 好,看他怎么办 他不出牌 他得他得憋牌出什么东西 好,他墓园 他现在矿工会挖过来 然后我接弓箭女皇加毒药 就给他守住 然后开个技能 好,这波其实没什么费了 但是 但是我的弓箭女皇和地狱龙 是几乎满血的 看他怎么解 他怎么解 我预判一手 骷髅海 来 怎么样 他开局就出骷髅海 我现在把它记住了 那时候手里刚好有骷髅海 我预判一下 好,这一波呢 这一波虽然 弓箭女皇技能开出来了 但是我完蛋了 因为 我守不住这个威猛矿工 因为地狱龙吸的话 他会跑到另一边去 我用这个 小羊挡一挡 然后呢 另一座塔炸了 我用雪球 躺不开那个矿工 但是我可以用雪球 躺这个地狱龙 跟他换了点血 好 这一波怎么办 他一边 威猛矿工 另一边 地狱龙 他要是这时候赏我一个冰冻 我可能会很难受 但他没有赏我冰冻 算他有点良心 OK 他 又他一百多血 我可以用小花毛试探一下 但是 小花毛被砍了之后 砍不出两刀 这也砍不掉 好 他叫了一个骷髅海 好 这波 公军女皇可以守 好 这波我是 我是不敢轻举万动的 因为他有威猛矿工 还有一手冰冻 所以他要是 什么开那个大招 开那个绝招 光冰矿工挖过来再冰 我就完蛋了 所以我非常慌 我现在打得非常保守 我就特别害怕 他突然闪我一个冰冻 因为我对冰矿工非常的有经验 所以我会特别的在意 他是不是要做一些 要做一些非常道德败坏的举动 我已经有准备好了 这里交一手毒药 然后刺客把他拉过来 刺客 刺客没拉过来 刺客冲 刺客冲歪了 刺客冲击塔 牛逼 刺客太强了 刺客太厉害了 这就是我的计划 我用刺客就是让他冲塔的 好 这时候他冰的有点晚了 一个雪球可以把他斩掉 好 这边 OK 我看看他怎么办 骷髅海赶紧叫赶紧叫这个 这波我觉得超级可以中间出一手 蹦他 来看他怎么办 多里来创客 鬼特约鸿花 哒哒哒哒邱哒哒哒 我觉得他这波还能守得住 他也能跟我 这波打不死他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一波过来 密幕援很难受 还有个地狱绒要解 楓腰胶 毒药 我这手超齐痰响 也选得真好 我要是选双方胖,我估计可能会死 OK,这波他主塔要掉了 怎么办,但是我不敢放松 因为他很强 他打的也很保守 但是我怕他突然一个闭幕园一波把我带走 他打幕园就是这样子 他可能一波就把你带走 这波叫毒药 怎么办 时间要到了 他出大招了,他要出大招了 刺客挡一下 要不然我就死了 超齐 超齐 还不是你几秒钟可以赚掉的 超齐等的就是现在 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当这个坦克 叫毒药 这个毒药把他克的好 他已经发唧唧了,但是我不觉得他会放弃 我不觉得他会放弃 好,这时候叫一个冰冻 刺客冲进去了 他现在应该是放弃了 OK 虽然我觉得他要放水 但是 我挺开心的你知道吗 这个模式能办对手两个卡组 还能看到他有什么卡组 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我觉得官方加在友谊罩里面也是试验一下这个模式行不行得通 我觉得还行 那么最后再 跟你们讲一下 其实呢 这次更新之后 黄世战争的这个 游戏里面放了个小彩蛋 你要是在这个设置里面 跑这个制作组的字幕的话 等他跑完之后 他会给你一个 小勋章 小彩蛋的勋章 那么这次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